大家好 三位好 剛剛看到阿薩會不會很興奮 非常非常 其實我剛才 我剛才在SALON 拍了 我也不太跟同大招 因為我覺得好像 他不知道為什麼不吃我 不會 怎麼會 Sally 會不會都覺得很興奮 不想看他演唱會 當然很興奮 我本身也是 熟女看很喜歡看演唱會的一個人 我日旁以來 都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有魅力 還有很優秀 還有一個很有觀眾緣的女演員和女歌手 他是很多我們後輩的榜樣 所以當然想看演唱會 Jason 你有買到Fay嗎 Fay當然買不到 但我每一次見到他 我都很想唱《女校男生》 我希望我是那個男生 但不要讓我唱衰極直的歌 哈哈哈哈 最近冰箱播完 兩位會不會好處寫這部劇 還是女友 我們三位都會 因為三位都會有份參與演出 都非常會 因為這個戲 好像轉眼間已經播完 拍完 不但還要播完 好像每次拍一部劇 都會覺得 是不容易的 然後還有這部是 說我們又不會打開梭筋 學會打開梭筋 可以這麼好的人腳 這麼好的家庭 大家一起去 來玩去創作 是非常難得的 嗯 嗯 你們有沒有看大劫 嗯 有 有還沒有 因為最近很忙 所以就 我會重看的放心 放心 我會重看 等你等你 等我立即要來 你劇透給我聽 但會不會想在一起 可能玩 慶祝啊 聖誕會不會想 你沒時間 我想一下 可能不想見到你們 哈哈 不想見到你們 我跟Ashley會見 是的 我們會見 是嗎 因為我們一起 我們最近是Acting Class 是的 所以12月我們會再見 是 但是不想一下 暫時你們可否一起 我暫時 因為不是 因為我年尾前行 在內地會上映 我要跟他們團隊一起去 考考一些不同的城市 所以我先兩次 希望如果開心地 可以跟劉德華師生同學 一同一家師生一起過 兩位一起學戲 今年什麼學 你說我們 我們 張錦晴同事 是的 為什麼 你為什麼 和誰想去 進修自己 不知道有什麼不足 哈哈 我覺得我很多不足 哈哈 你有每一個小時的事 去探討我 對 哈哈哈 要很多時間去探討我的不足 其實都 我覺得 每個新演員都有自己的盲點 以及自己有需要進步的地方 我自己這個人 我本身就是比較高興 就是我很高興 就是我很高興 就是很私階 以及會很慢熱 所以我覺得想這個演繹課程度 我更加可以投入到自己的五官 自己的感官 去感受這個世界多一點 方一點 希望等每一個信任我的導演 團隊之後再跟我合作 都會見到我的進步 最重要就是想送到最好的東西給觀眾 我其實 你想說一個鐘 是嗎? 是嗎? 這樣又怎算好呢? 我幫你說一個鐘 是的 因為主要我都覺得 我對於自己內在的發掘不是很足夠的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演繹課程度 可以找到另一個面向的自己 可以讓觀眾看到之餘 自己在這裡的發揮都會更加揮灑自如 你們多久了? 第十幾課 是嗎? 第十幾課 但因為之前我們 都學了很久了 但我們之前都是分別不同的學校 同一個老師都上了一個長課程度的 所以我都斷亂續續上了差不多九個月了 我有一半年 是的 我也九個月了 但我覺得我現在跟他同伴 我覺得是很有突破的 Jason 很有突破的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拍攝同一個練習 是的 我們是拍攝 我會覺得Jason平時給人的感覺很冷靜 很冷靜 但其實他上課就會見到他另一面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感性的人 我覺得觀眾如果見到你這一面 就會對你有一個新的認知 是的 我內在很多東西 但只不過我還未懂得拿出來 現在我很努力透過那個演繹課程度 發掘他出來 當然媽媽的東西我一定是會支持的 我是她的忠實小粉絲 我覺得她這個角色很適合她的 是的 即是很溫柔 但很溫柔得來又有些東西這樣 有些網民說你媽媽的鼻膚 像少女一樣 你做女兒有沒有壓力? 有沒有壓力? 說真的有 但我會跟大家說我是一個投資 即是你看看我這麼多年後就是這樣的樣子 你們還不快看好我 所以我媽媽某程度上是我的招牌 給大家看 這麼多年後我就是這樣的樣子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